作為髮型師 妳不是應該要跟人家講說說 他一說我臉好大 妳就要說 我們幫妳修飾成怎樣 而不要具體的描述 他的臉到底什麼 這邊太凸 那邊太寬啊 我都會 妳不是說我只要幫妳這樣剪 他們看起來就會多好多好這樣 不會 我都會連脖子 哪裡長 哪裡短 肩膀 妳肩膀太寬了 妳每次剪完頭髮 就他們沒有把剪刀插在妳頭上 沒有 他們 其實我覺得 就是顧客的市場在改變 現在顧客都可以去接受自己 到底問題在哪裡 所以思佳他們都太脆弱了 我有一次就是跟一個 我認識六 七年的一個髮型師 就真的已經是很好 然後很熟 然後他就這樣子 不小心剪一個太短 然後我就看了那個鏡子 他說妳還好吧 妳還好吧 我說還可以 然後我就心裡想說 這頭髮怎麼會變這樣子 然後我就哭了 然後他就嚇死 他說妳還好吧 然後我就止不住那個眼淚 我都已經眼睛都往上看 然後他就會一直這樣下來 所以妳們哭的時候 為什麼不開口 我告訴髮型師妳們的委屈 沒有 因為他剪下去 妳知道那個改變不了 因為那個一剪下去就會再剪 妳可以生氣啊 我只是不要還在修而已 就真的來不及啦 妳可以生氣 然後還可以要求一年免費 幫妳免費減燙兩步 真的假的嗎 妳可以生氣 我們又想亂來 我們是正常人 我們會不好意思 對 不是像妳說妳可以這樣 隨便亂罵人嗎 妳有勾的 我不是勾的 我只是會把事實告訴人家 所以妳現在在很多場合 都是一年免費的嗎 沒有啊 我很硬的耶 這五位妳最擔心的 等一下短髮是凱蒂是不是 不是 她凱蒂旁邊那個 我啦… 對 因為凱蒂的優勢在於她的臉購 就是 妳是說 妳覺得私家封城衛很重嗎 妳講我沒有講封城衛 她是妖艷 就是太性感陌生了 有一點 真的 真氣氣 黃私家哪是妖艷型的 妳看她的五官 會嗎 我有嗎 妳看她站出來 妳跟妳說妖艷的人 是不可以用短髮是不是 不是不行 就是也會很美啦 但是我會比較擔心她 可是如果私家跟影評比起來 不是影評比較像男生嗎 是 她也會比較像男生 可是她如果剪 她的短頭髮如果剪得對的話 她會變很有個性的短頭髮 黃影評跟卓永寧 誰比較像男生 應該是我吧 對不起 妳今天一直中槍耶 她雖然講話很溫柔 可是因為她們都很小 我就都認識了 所以我大概知道她們的個性 妳覺得卓永寧短髮 會比較像男生是不是 卓永寧的短髮 沒有影評的短髮 來得那麼有個性 因為民謀們私下去 會罵小曼老師嗎 不會啊 妳可以直講 沒關係 妳可以直講 因為這樣子有威脅的口氣 因為其實髮型秀的時候 有的時候就是 也會跟小曼老師合作 只是我都沒有被她剪到過 可是每次在旁邊的時候 第一次碰到她我就想說 這個設計師也太兇了吧 因為她對她的徒弟都很兇 都是用罵的或者是怎麼樣 是哪一種 說妳笨蛋啊 沒有…她就是她的臉 會感覺就比較兇一點點 我覺得是台客路線啊 妳會看如果拿錯一把簡單 妳會說妳是豬這種 我說妳眼睛瞎了嗎 還是妳在睡覺 很直接 我第一句話我會不講話 我就會這樣 如果第二次再拿錯我就會這樣 第三次再拿錯我就會說 妳眼睛瞎了是不是 還是妳想睡覺 因為我是有長期合作的髮型師 她也是對助理很兇 真的嗎 然後她有一次也說電棒 然後那個助理就拿那個電棒 然後就這樣 對… 對 整個是燙傷嗎 對 我的助理也是 我就說電棒 她還把我十幾萬人撿 然後摔在地上耶 我就說電棒 她就直接往我手的巴痕都還在 妳看 她這樣給我燙下去耶 但她已經夠怕妳 然後又燙到妳 她不是嚇壞了嗎 沒有罵她耶 我反而沒有罵她 因為有人教我不要罵人 妳就深呼吸 OK 所以等一下如果 她們帶了短假髮出來 看起來很糟的話 妳會好言好語的安慰她們嗎 我會 OK 對 我發誓 OK 好 那我手上現在有五位 短髮女明星的這個髮型 在這邊選擇 好 茵茵妳作為第一個選擇吧 我為妳從當中跳出兩個來了 妳要這隻手還是這隻手 左手 我的左手 這個 這個嗎 好 妳抽中的是 Ella 你好 茵茵請到後面去換髮型喔 好可怕喔 來 請問是不是女人超過45歲 比較不適合留很長 對 問題是出在哪 出在於因為 除了 除非是現在拜科技之士 妳有去打一些有的不的 不然呢 因為到40歲以後 女生的整個肌肉紋路 是開始往下的 她往下之後 她的線條全部都會這樣子 然後如果妳頭髮又一長的時候 然後顏色又一深 然後我們的膚色又很黃色 妳是不是很想說出來是誰 可是妳兩個很辛苦 她腦海中有畫面 沒有 我有感到妳在感一些事情 描繪出來 我現在一直在想說 她腦海中有畫面 妳心裡是有名單的嗎 老師 對 她剛剛在比的時候 這個就下垂 我想她每一個都有扶住的意思 然後一直被我們逼得不容易 我有被教育要修口的 OK 好 然後妳這樣的時候 我們的膚色又比較偏黃 妳的顏色如果又一深 臉上的紋路線條就會更明顯 看起來就會更無盡 妳有遇過這樣的長輩 女性 然後妳勸她剪短她 有 她硬要長髮 所以現在還是長髮 還是長髮 所以妳每次看到她 都覺得她整個人很下垂是不是 就是放棄 所以她等一下出來的時候 小曼會幫她再整理一下 對 我們會看一下 所以剛才她抽到的是Ella的髮型 好 我們看看 戴上Ella的髮型之後的樣子 好 我們看一下Ella的髮型 好可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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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愛耶 沒有 這很像馬仕利 馬姐 這很巧喔 沒有 有沒有 真的耶 還滿像馬仕利的 好可愛喔 對喔 因為不是因為我的臉就是不像 就是像那個凱蒂那樣是清純的 所以我這種頭是 妳現在很像變妝皇后 是人妖嗎 肯定是可愛的 不穿啦 對啊 我覺得有瀏海 我覺得應該可以算是 造型的一個選擇才對吧 好醜 OK啦 而且妳看我肩膀其實是寬的 因為妳是跳舞的啊 對啊 就妳看有沒有 所以剛才Ella就說妳像變妝皇后 好醜喔 所以她有需要補救嗎 其實如果妳戴上這樣的短的頭髮 如果覺得太像變妝皇后 我不是想像變妝皇后嗎 好笑喔 所以妳也好適合在那裡 好可愛喔 因為妳也好適合 為什麼 小輩這個是一個 小輩這個很失態的髮型 對 她好像很害羞 她除了八人之外 她也嘲笑別人 不應該罰我啦 因為我會太直接的表現出來了 所以妳可以讓她不要 像變妝皇后是不是 就是頭髮要鬆一點 鬆喔 不要那麼貼 她在看妳像同一個團體耶 對啊 好適合在那裡 好 變妝皇后 Yeah 茵茵妳快去同志夜店表演 太適合了 茵茵妳到小妹那邊去 她幫妳玩一下 我們要再送兩個回去 好好看看 來兩位 好像櫻桃小丸子喔 沒有啦 黃凱蒂跟卓詠您兩位 要請你們選一下 好 現在手上有兩個 你們兩個請猜拳 然後誰贏了誰就先選 好 妳先選吧 好 都可以 真的嗎 來 好 卓詠您贏了 妳要拿一隻手 左邊那一個 妳要這邊嗎 我先跟妳講這個人呢 有香港版跟台灣版的 我們設計的是台灣版的這一位 還有台灣版的 還有台灣版的 還有這種 這種狂的 妳得到的髮型是 雞雞的髮型 台灣髮型 所以是香港版還是 台灣版 台灣的 然後 然後 凱蒂得到的是 楊承琳的髮型 不錯 好 兩位請到後面就換髮型 可以喔 畫音變得好漂亮喔 會嗎 有嗎 有 妳是不是 什麼 不是 她現在是變妝皇后 她現在是什麼 變妝皇后 然後比賽失利 之後她就開始你知道 去久 過了很多人生活 所以現在妳幫她做什麼事情 第一個我們先幫她 我怕她的表情不太對 沒有 第一個先把她瀏海變長 小姐 妳要威士忌嗎 還是 所以這次比賽成績不好 就隔壁怎麼那幾個賤貨 所以 妳會不會擔心 小飯弄完以後會比剛剛更糟 不會啊 因為我在看就覺得 沒有比較好的樣子 沒有關係啊 因為這頭髮 算了 妳是說沒救了嗎 不是 因為她不是真髮 所以我不能上電吧 可是做造型 不是本來就常常用假髮嗎 沒有 我們都用真髮片 妳說如果帶了假髮出來 結果還是 看起來不是很好的話 妳會落淚喔 我覺得我應該會耶 或者會臭臉 會 因為我覺得頭髮很重要 妳覺得剛剛茵茵走出來的時候 比你想像中怎麼樣 比我想像中好看 因為我覺得她那一頂是 算是 安全的 對 非常安全的 所以等一下 如果妳走出來 也是她這樣的程度 妳就放心了 如果可以這樣的話 但我不知道剩下來的是什麼程度 妳可拉斯凱基 可以不要嗎 那剛才我們抽到有茎茎的這個髮型的時候 妳腦中有立刻清楚的浮現 茎茎的髮型是長怎樣 我有浮現就是這樣子 對 她就是瀏海娃娃頭 所以我有點擔心詠寧 對 可是她很好是我剪的耶 不是啦 我是說 我是說詠寧戴起來的話 因為她的個性比較柔 她比較柔人 妳配上一個很強勢的髮型 可是妳說的髮型不就在扁 每一代的那一代 玻璃收工 現在發生什麼事 沒有什麼 因為妳就得罪了小朋友 沒有 沒有 好 既然妳好奇的話 最後您其實已經好了 很好奇 好 看點麻煩